您觉得中国经济在未来的一年到两年当中 它所走过的一个发展轨迹 您估计是什么样的 很多机构啊 学者都提出了 中国经济2020年会增长6%左右 好 那现在疫情来以后 大家纷纷地修改这种预测 其实没有这个疫情的冲击 中国经济也是一个缓慢的 增速的下降 那么加上疫情的冲击 你会看到中国经济 它很快下了一个台阶 比如说我们今年的最乐观的估计 GDP也可能就只有2%左右 那也许2021年会有所复苏 但是我相信达不了6% 非常感谢你接受我的访问 我知道您是湖北人 所以您的家乡也是此次疫情 遭受冲击最严重的地区 作为一名宏观经济学家 人们觉得你们都是在关注 那些大的数字 当你看到自己的老乡们 所经历过的这个一切 他们可能也会在想 我们这边出去的那个叫 像松做的那个娃 他现在研究的这些事情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也就是宏观经济的发展 预测和一些政策工具 对于他们意味着什么 其实你说的太对了 就是我其实回家去面临这些老乡 我有时感到很惭愧的 经济学谈的都是一些数据 而且很多都是一些平均数据 比如说人均收入 人均GDP 什么人均储蓄 所有都是人均 但是你会发现 这个完全反映不了 比如说像我老家的这些人的 他们的深层的状况 它是反映不了的 特别是一个个体 他所经历的事 一个个体 所以我作为一个经济学者 为什么我回去 其实对我是一个巨大的 这个教育 或者是一种震撼 就是说你不能光看这些数据 你必须时刻想到 这些数据背后 它到底隐藏着 是什么样的一些事实 就像我们在疫情当中 也经常说 那些受感染的人 那些因此失去生命的人 他们不是数字 而是一个一个的人 所以我们今天在讲 宏观经济要如何发展的时候 我们要看到 它影响的是一个个具体的人 一个一个的家庭 一个一个的企业 随着新冠疫情 在全球的肆虐 世界各国经济 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NF4月份发布的报告中指出 预计受新冠疫情影响 2020年 全球经济增长率 下降到负3% 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 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新冠疫情造成的 2020年和2021年 全球GDP的累计损失 可能达到9万亿美元左右 大于日本和德国经济之和 中国国家统计局 4月17日数据显示 中国2020年第一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同比下降6.8% 为1992年 有季度统计以来的 首次负增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在4月份的时候 有一个报告 就是说 这个世界经济 已经无可争议的 进入了一次大的衰退 您觉得中国经济 在未来的一年到两年当中 它所走过的一个发展轨迹 您估计是什么样的 有人说是V字型的 有人说是U字型的 还有人说是L型的 其实杨岚我必须非常坦实地说 我认为所有这些说法 都是靠不住的 都是靠不住的 听起来我就觉得像 说笑话一样的 比如说2016年 当时我们就讨论 中国经济是V型反转 还是U型反转 还是L型 比如说去年四季度 很多机构学者都提出 中国经济2020年会增长 6%左右 好 那现在疫情来以后 大家纷纷地修改这种预测 其实没有这个疫情的冲击 中国经济也是一个缓慢的 增速的下降 那么加上疫情的冲击 你会看到中国经济 它很快下了一个台阶 比如说我们今年的 最乐观的估计 GDP也可能就只有2%左右 那也许2021年会有所复苏 但是我相信达不到6% 我们叫经济下行的压力 我觉得我们现在 不要提什么V型 也不要提U型 我们现在最好提 就是我们怎么能够 做我们自己能做的事情 我们能够尽力地让经济 不要陷入到负增长 不要陷入到衰退和萧条 那我们该怎么做 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 你还是有一些特别的重要的指标 你最关注哪些指标 其实我现在最关注的指标 是中小微企业 它现在成活的比例 我每到一个地方去 我就会到企业去看 然后试图通过这种方式 我了解中小微企业 它现在成活的 因为为什么这是最重要的指标 因为其实中小微企业 它决定了 不仅决定了中国经济的增速 它决定了民生 就业的问题 就是中小微企业 他们是提供就业机会最多的 民营企业提供了 80%的就业机会 它决定了就业 它也决定了我们的社会的稳定 它也决定了未来的 可持续的发展 第二个就是我要关心 比如说我们的资源 因为我是以前做银行 做金融的 特别是我们的信贷 货币这些资源 我们都留到哪里去了 但是其实有些数据是 很令人担忧的 而我们的银行体系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给这个国有企业的寿性 达到了175万亿 所以你看很多国有企业 动辄寿性就是几千亿 万亿级 而民营企业同一时期 它的寿性只有19万亿 所以我关心这些数据 其实我不太关心 这个GDP的这些增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